最近科技圈有一個大新聞 竟然跟王子華有關 就是因為最後一場董督笑的皇后票很厲害 他拍了一段影片譴責這件事 社會熱烈討論究竟應該立法杜絕 今天找來好朋友 光子麥朗的Paul和Timeable的Mike 上來和我們聊聊這方面的話題 首先我要利身 我就是王子華的忠實粉絲 但為什麼我都不去買他的票 就是因為我都覺得我真的差不贏 所以可能我不是詩先生我會所說的真正粉絲 我就以為之後再看就算了 我就沒有跟別人去競爭這麼少量的票 我都沒有賣到 所以到最後我就提出一個想法 在Facebook說 其實這麼多供不應求的情況 不如考慮網上直播行不行 你網上直播了 大家就買不到票可以上網看 你知道現在Netflix也很 Netflix上也會有洞督笑的 就是卓韻芝那些在那裡看 你覺得我這個想法是否一個想法 但你也直接影響市場價值 如果這樣直播的話 他那張洞督笑票就不值錢 遲些才看行不行 我真的不是一個考慮這麼周長 我覺得很多人像我這樣 我可能不是OK 因為我覺得洞督笑是一個 你在現場看OK好些 但你在第一排和在最後那排 其實都是聽他的內容 而我又覺得要聽他那個演唱 不是那個洞督說話的內容 其實是要思考的 我現場看反而我沒有那麼理解得到 即是不能反錯 兼且王子華又不會有Nike微 剃光頭那些 他都是這樣的 但有些粉絲會叫他什麼 叫他表演飲水 然後他有些很帥氣的什麼 真的會起哄 但我可能不是那個類型 時間上第一 如果你很遲Netflix才可以看 那你已經少了那個話題性 第二其實有很多 真粉絲就算買了票也很想快點看 但是有更加大部分的Nike 可能買很貴的黃牛啡 或者某些銀行的VIP客戶 其實他入場就肯定不是為了看五月天 看王子華 而是為了打卡 為了打卡 我在這裡出現過 對 這些那麼厲害的show 你還可以坐到那麼前的位 這是一個社會地位的表現 所以這個是另一個 為什麼買到萬多元 不是因為真的performance 真的值萬多元 是有本身的social status 然後回到原副那樣東西 是的 炒到的價錢很厲害 是的 萬多元一張 你兩位賣不賣得到 你時間內部有沒有好處 我也是 我利身我也是有用一些科技去嘗試去買 真的嗎 用了一個board是不難的 基本上因為board的原理很簡單 比起炒iPhone容易很多 iPhone你要寫的board是很快的 就是那個程式 自動化的程式 是的 但是香港的幾個technic system 基本上你要做的board 是很簡單的 就是你知道它的連結 Exactly 那條hyper連結 然後就是不論是人手不停DDoS就好 或者設置那board 去一秒鐘落幾次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這麼簡單 入到去一停 然後就是自己買票 就是這麼簡單 我都是這麼low tag 都懂得寫那些markle 控制的mouse 按哪一個pixel 就是refresh 然後按 真的沒有什麼技術 很容易 現在還有就是 倒過來就是board的技術很成熟 是 所以就是說其實都是一個科技長高 就是我們經常覺得 有什麼新的科技可以解決問題 但是問題正正就是 買這些票 或者禁供不應求的情況 大家很自然就會用這些工具 去幫你獲取那個票 不用才有問題 不用才有問題 明知道你可以用一個更簡單的方法 去做一件事 就不用按到手抽筋 那你說你會選哪樣 但是我想問你們一句 就是你的立場上高 其實是不是都不太支持 用立法一刀刺的方式 就是禁止願的 而你們又覺得 其實是不是應該行實名制 首先現在的法例 本身跟現實是完全背道而似的 因為剛才說的那條預讀牆條例 是說不可以炒票 但是紅館是被豁免的 首先 票本身是一個商品 你說不可以炒 原因是因為你在紅館的政府牆 某程度上公帑就濕下去 所以不可以炒 但是偏偏那條法例就是 豁免了紅館 是讓你可以炒 所以最需要的那個 是啊 上兩個星期 在紅館門口 炒了周杰倫那個 其實根據馬鳳國議員說 警察先生不是用這條法例去拘捕 是隨便用一條遊蕩罪 也好其他罪拘捕 其他罪拘捕 Exactly 不是這條罪 那你說應不應該用法例去堵塞 當然法律永遠就落後於科技 你都先弄了Uber 網約車不一定是Uber 是啊 其實應該可以用其他的手段 實名制也好抽籤等等其他 Operation上操作的方法去解決了善 這個比較快一點 其實我挺贊同你的想法 就是除了先到先得 簡單一個字搶 之外抽籤確實是一個處理方法 現在我們其實市場裡面有個很成熟的做法 抽新股 是啊 大家皆大歡喜 中了就開心 不要吵架 沒有黃牛黨 你有沒有人站在銀行門口拿著 無記攜衝啊 一人記一手 不會的 市場很成熟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可以想的方向 但黃牛就會變成借孪展的角度 以前就是自己 本金 我夠錢就一手 接著黃牛或者毛記也借了些錢 即是幾十萬 我無緣無故拿幾十萬出來抽 但我給了一百元的照片 其實給了一百元的照片 有幾十萬回來抽 其實又會是一個負責 即是不論剛才按鍵 大家一起用Bot 又是一個負責 我抽籤也好 其實黃牛炒iPhone 都會買身份證回來 一百元買 二媽姑姐將身份證回來 其實所有東西都度過一尺 摸過一尺 其實你就算去抽籤 其實黃牛都會拿一千個名回來和你抽 都有問題的 閉日閉在香港有很多技術上 基於成本好 基於法例 基於不同的東西 就跟你說一句 就有少少距離 真的有少少 現在就是度高一尺 摸高一丈 那就是度不懂得走 所以其實都很麻煩 都很麻煩 好了,我們這部份關閉那麼久 下一節回到最後